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当然就时间序来讲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 倒数一百天 所有的母鸡跟小鸡 当然是要进行最后的冲刺 当然小鸡的竞争似乎看起来还比较激烈 母鸡的部分很像 我刚刚讲过 母鸡的胜败才是大选的胜败 待会我们会谈一下美国众议院的状况 当然之前南韩的国会也是乱成一团 所以我觉得母鸡是远远比小鸡重要 但是母鸡的选情反而比较 没关系 在这个2024大选倒数一百天的时候 我们来开放我们的口音电话 02-23-63-995 特别请听众朋友谅解说 这不是聊天 所以请你有备而来 如果你打进来 我支持某某某 你为什么支持他 你就不要了 你只能讲出说你支持谁 那问你为什么支持他 你又讲不出来 这样就比较没有意思 对不对 我希望你有备而来 就是你支持谁 然后用正面表述的方式 告诉大家你为什么支持他 这个才是我们开call in的目的 我不是说要做意见调查 我一个小时接50通电话 来来来你支持谁 你支持A 好下一位 宜兰林小姐你支持谁 我支持B 好下一位 来花莲张先生你支持谁 我不要做这个 你光打进来告诉我 你支持谁 这没有意义 我们有1900万个公民 可能会开出1400万票 那我这电话 我能接几通呢 所以不是你告诉我 你支持谁而已 而是你要告诉我 你为什么支持他 我又不是民调公司 我如果今天是像这个TVBS 或是像戴利安这种民调公司 那就另当别论 我这个是call in 我这个是政论节目 我这不是民调公司 不是你打进来说我支持谁 然后呢 没有了再见 那你打进来干嘛 好不好 所以拜托大家 请你要言之有误 02363995 倒数100天 这么特殊的日子 那看是哪些朋友 能够打进来我们的call in专线 控制2363 打过朋友不要再打了 前一阵子有打过朋友不要再打了 没有打过的朋友 也就倒数100天了 那因为中间我们还会有周休二日的休息 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接call in的天数 一定是低于100天的 好不好也谢谢大家 这来碰到 来你好你好 哈啰你好 嗨你好 我是新北陈天生 陈天生请讲来 我支持柯文哲 好请讲 理由是主要是他财政纪律 不过柯文大哥之前有讲过说他财政纪律是透过一些会计的手段 不过我认为如果他还是有做一些简债的事情 因为如果说那种包装可以那个 如果说他这么简单可以做这些手法让账面比较漂亮 那其他的政治人物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新日首长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是比较偏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比如说就是跟传统政治人物来讲比较不一样 再来就是他施政的一些政绩这样子 谢谢 非典型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比较跟传统的政治人物来讲的话会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啊不是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啊 当然也不能说他完全的跟政治人物 跟传统的政治人物来讲他不是完全的一样 他的出身他的背景还有他做事的风格 跟一些蓝绿的政治人物比较不一样 当然经过八年的台北市市长 他跟一些也是有偏向一样 哪里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比较不好回 那那个呈现另外一题 政绩是什么 政绩哦从一开始看到的一些 比如说拆一些桥啊或者是那些 因为本来我没有住台北市啊 这跟你住哪里有什么关系 所以只有住台北的人能够讲柯文哲的政绩吗 你是这意思吗 你这是前托吧 我们只能透过一些其他的管道 我也住台北市我也得透过媒体啊 我又不可能台北市到处跑 对啊 我是问你政绩你除了拆巧之外还能讲什么呢 我想到的是财政绩 当然我不太可能方方面面全部都讲得很完整 所以政绩你讲不出来吗 除了拆巧跟财政纪律之外 对我理解的大概就这些 好陈妍谢谢啦 谢谢的 谢谢 因为问你政绩 问你说跟传统政治人物非典型有什么不一样 你讲不出来 陈妍有什么好紧张的啦 我有这么难相处吗 对不对 我只是问你 我问你这问题 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哪里不一样 你说他政绩很好 政绩是什么 我也没有很凶啊 我很凶吗 应该还好吧 我真的心里不健康吗 还是情绪不稳定 这个好几个网友都这样骂我 说我心里不健康 情绪不稳定 0236 3995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台北吴先生 吴先生的请讲来 支持赖清德 好 对 理由是 对他的国家立场 不要认同 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 本来就是两个国吧 只在那边牵托来牵托去的 要 把这个两个国家的概念 要理清楚 其他两组都讲的不清不楚啊 对啊 一种框架 没必要 到那个漩涡里面 你出国本来就是讲说你是台湾人吧 不会讲说你是中国人吧 所以 不用改国名嘛 中华民国就是 台湾人嘛 大概是这样 不用改国名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人 谁教你的 这是你发明的 你出国的话 你出国的话 你就讲说 那为什么不用改国名呢 就是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人 这是你刚讲的啊 不是 应该说 你改国名的话 会有战争的风险嘛 那反正就是两国 对啊 比較好 所以不改国名就不会有战争的风险 改国名 应该说 不改国名就不会有战争的风险 你说改国名会有战争的风险吗 这我同意 那不改国名就没有战争的风险吗 那比较 应该说是比较不容易吧 因为未来事情 我们也没办法猜进去啊 不改国名就比较不容易 好好好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 就是 这种国家 你刚才一说国名不用改就对了 就 中华民国这个 不用 那我问你宪法要不要改 我觉得滑毒 滑毒也可以接受啦 不应该态度 我是问你宪法要不要改 不是滑毒啦 宪法要不要改 也不用改 宪法就不用改 因为改了也会有战争的风险 只要有战争风险 都不要改就对 是这样讲 对对对 好谢谢 那所以国旗国歌也不用改就对 反正只要改了 老公会生气的 我们都不要改这样 对反正我们就两国 对中华民国 中华的民国国 对 好 吴先生那我最后可不可以 换我请你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请说 就是照你这样讲的滑毒 这样子就不会被打吗 滑毒不会被打 打不打这个 应该取决于我们 对啊 就照你讲的就是我们 会让他生气的 我们都不要改 然后这样子两岸就能够 相安无事吗 两岸就能够相安无事 就是你刚讲的 就是说国旗国歌 国号宪法都不要改 然后这样就没事情 就两岸就和平了 就他他不会跑过来这样子 是这样子吗 你再想一想好不好 因为吴先生不好意思 我也没时间让你想 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 都不要改就没事的话 那我投赖清德 就是国旗国歌国号宪法都不要改 然后老公就不会 就不会来烦我们这样 是这样子吗 好吧 大家动动脑想一想 谢谢吴先生 吴先生这个就是有备而来的 那知识代清德他也讲了他的看法 大家都要一起动脑啊 不是只有我跟吴先生动脑而已啊 国旗国歌国号宪法都不改 两岸就能够相安无事吗 022363995来 哈啰你好 喂 你好你好 你好我是台北市的朱小姐 朱小姐来请讲来 没有我想要投给侯友仪 好请说来 因为我觉得他最近的几个政见 我觉得还蛮有感的 嗯哼 就比如说像那个巴士两票 好 对 所以 然后 就 然后最近淡的事情 我有小朋友 嗯 所以会很担心 就觉得说 民进党太多东西太不透明了 让家长很不安心 打疫苗啊 打蛋这样 哦 疫苗 嗯 对 就是 就是可以 我觉得人民有支的权利嘛 嗯哼 对 所以就是 我觉得现在有好多东西 感觉就是我们都 感觉好像很民主 可是其实没有 所以我觉得 就换人做做看吧 朱小姐 你喜欢的人 他现在民调遥遥落后呢 所以啊 哈哈哈 怪怪你还怪我 哈哈哈 所以什么啊 没有啊 但是总是 那怎么办 我现在是说倒数大选一百天嘛 对不对 然后你喜欢的那个人 他是民调落后的 我问你你又问我你嘛好了 嘿嘿嘿嘿 哦 你问我问你那到底谁问谁 嘿嘿嘿 那总 那那 总是要投给一组人吗 如果可以有一组人的话 你有回答我的问题吗 我说你喜欢的候选人民调落后 你有回答我吗 哈哈哈 哦 那也那 至少我们大家发声音 搞不好就会民调就会起来 比如说在最后一百天 逆转胜这样子 是这个意思吗 那个 对啊那个 唐州亚运不就告诉我们这个 哈哈哈哈 你你把那个 0.01秒 哦 那是南韩的选手耍宝 那不 哈哈哈 你的意思说赖青腿也学他耍宝就对 哈哈哈 搞不好啊 谁知道选举这种事情 好好 好谢谢朱小姐 谢谢你拜拜 谢谢你拜拜 拜拜 嘿嘿 最后跟我拜拜的是你的小朋友吗 哈哈 怎么突然变成小朋友的声音 来来来 022363995 可以可见朱小姐有这个关注这个 杭州亚运 来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喂我高雄侯先生 高雄侯先生 喂高雄哪位 喂高雄侯先生 侯先生来请讲来 那个我支持侯友宜 好请讲来 嘿 因为侯友宜他可以遵守现在的宪法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其他两个候选人他都可以否决 宪法 宪法怎么样遵守是一个重点 嗯 不然他们就去修宪嘛 嘿 中华民国是侯友宜 应该是可以遵守宪法的 这个是重点 那侯先生那蔡总统有遵守宪法吗 当然是没有啊 嘿 那他也 他不承认中华民国 他也他也当了七年多 现在的国庆日 他要说是台湾的庆祝日 那有什么办法 嗯哼哼 欸那侯先生 另外三个候选的呢 不是另外两个候选 你这样我很难做的 你可以 OK 哈哈哈 可是就如同我刚刚问你 朱小姐的问题 你你支持的人 他现在民调是落后的呢 所以他更要去讲究一件事情就是 现在大家为什么不支持国民党 因为大家觉得国民党没有在检讨 嘿 如果黄友宜能够说我单元之后 我会去检讨我的国民党 嘿 那也许选票就会回来啦 后院你你讲的东西 我讲的半年多都没有人理我 所以我们等一下打电话 谢谢谢谢 谢谢你捧场 谢谢我时间到了 谢谢来 非得晚餐 我是陈回文 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不管你有沒有打进来 那你试着打进来 打不进来的 我特别的感谢 那我们有这个缘分在非得联播网的这个直播啊 能够对谈几句也是缘分啊 这个韩国瑜那时候选总统成长的 人生啊就是一起一会啊 那可能我们你的一辈子跟我的一辈子 我们两个人的交集就这么一次 就是你call in进来 然后我接到了 然后我们聊了几句这样子 可能就这么一次这样子 所以特别感谢大家 那因为我们时间非常的有限 我们只能接这个1%的call in 就没有办法接很多通 也要请大家谅解 因为我刚跟各位解释过 我不是要求量 我要追求的是指啊 我如果要追求量的话 我就你好 你这是谁好再见 你好这是谁再见 这没有意义啊 我不是在做民调 我是在讨论这些事情 特别的跟大家做这个说明 不是我不要接很多 而是接很多意义不大 反而刚刚我们接了几通 每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这个唱所欲言 这个比较重要 谢谢大家 明天一样继续开放call in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 蛮重要的国际新闻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 第一个被罢免的 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 那这个本来众议院 为什么他能够当选议长 是因为众议院共和党是多数 那共和党是多数 那他怎么还会被罢免呢 好就是因为共和党 他出现了这个内讧 那共和党的这个八个 他的同僚啊 都是共和党的众议院 然后跑票 跑去支持民主党 好那民主党就 通通出席 投票就把这个麦卡锡给干掉 麦卡锡就下台鞠躬了 培洛西很像没去投票 应该有人没去投 我刚刚讲的不够精准 这个反正最后表决结果就是麦卡锡下台了 他现在已经不是众议院的议长了 现在有人去代理 那当然他的任期非常的短 那纠纷也很多 因为美国现在是民主党的拜登总统在执政 那参议院是民主党在控制 但是众议院是共和党在控制 所以就拜登总统而言 他并没有完全执政 这当然也跟我们一百天之后的总统立委 选举有这个可以接近的地方 那刚提到说共和党的这个内访 那前一阵子这个南韩的国会 也发生类似的状况 那刚刚讲说 有八个共和党的众议院跑票 那南韩跑票的国会议院是29个 所以他们最大在一党的这个 这个党魁啊 这个李在民啊 就必须去接受一些什么法院的开庭啊 什么的就很烦这样子 所以李在民的那个支持者 铁粉啊就很生气 就他们说我们要 我们要报复这29个 你敢跑票 跑票你给我试试看 那他们这个 那美国这个 这个众议院共和党这八个议员 我跑票啊 那他们极右派的 他们有美国跟南韩各自的问题啊 这部分可能你们要多听这个 像赖月谦赖老师啊 杨永明杨老师啊 他们去分析 这个我不熟的东西 我就不敢这个多谈了 好那我为什么要去谈这个麦卡锡下台 那阿兹给我那个 来我们看一下 好那蔡总统今年过境的时候呢 就是跟麦卡锡会面 好在这个雷根图书馆啊 跟这个麦卡锡有一个这个菜麦会 那这是在今年的四月 那你看到画面的另外一边是前议长啊 这个裴洛西 裴洛西是民主党的 不过裴洛西他在去年11月的改选啊 这个刚提到共和党他就在众议院就多数啊 所以裴洛西在今年的1月啊 他就已经不是这个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啊 也就是说去年蔡总统在我们的总统府 因为裴洛西来闪电这个访台一天 好其实也不到24小时他就跑了 那这是在我们的总统府 然后蔡总统还证询给他 好那另外一边就是今年4月啊 蔡总统在过境加州的时候跟麦卡锡的这个 蔡麦会 那各位听听这两个众议院的议长啊 呃这个在民进党蔡总统还讲 就认为说这个是大内宣大外宣啊 是外交的突破 那我不是要对麦卡锡跟裴洛西落井下石 我是希望说大家在大选到处100天的时候要去思考 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在民进党在蔡总统的领导之下 这7年多 这个方向对不对 好为什么呢 因为蔡总统的接班人赖清德 他已经一再的告诉大家 我如果当选总统 我要走的就是蔡总统的路线啊 他已经告诉你了啊 好那所以如果100天之后是赖清德当选的话 他一定会比蔡总统更更激进啊 这个是可想而知的啊 待会我们我最后一段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再跟大家准备报告我准备的这两个内容 你听了会吐血了 好没关系我们要先谈大海的部分 也就是说蔡英文总统 他很像是做了很大的突破 这个从李登辉总统那个金锐期之后 有第二个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就是裴洛西来 那去年的8月发生了什么事情 各位听众朋友你不会现在就忘了吧 也不过就是一年多以前去年8月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这个是外交突破吗 你看看裴洛西的赏位期限是多短 去年8月来他今年1月就下台了 好虽然他还是众议员 可是他议长没办法连任了 好被干掉了 所以裴洛西这样子多久半年 好蔡总统4月间的麦卡锡 现在几月10月 也大概是半年 那我现在要请大家去思考的就是说 那见他们干什么呢 我就问你这么直白的问题 去年裴洛西来 今年过境美国 本来麦卡锡说要来的你记得吗 本来麦卡锡嘛 那我也要来 然后麦卡锡还在华府呛说 我要去 轮不到这个中国决定 我说要来就要来 我就怕了 就后来没来啊 那为什么麦卡锡本来呛说要来的后来又没来 好 是他改变主意吗 还是美国跟大陆之间的这个斡旋 还是说蔡总统改变的这个 好 那我过境美国的时候我们见面就好了 你不要再来了 各位 你想想看 上次去年8月 裴洛西来我们付出多少代价 如果你认为蔡总统领导国家的方向是对的 这个方向对吗 这个就是搞的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 这给我第四标 你让解放军有有机可乘 这样子的借题发挥 这样子我们得到什么 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围台军演 出动了这个空军啊海军啊 然后跑来跑去 然后耀武扬威这样文攻武克 那我们得到什么啦 当然我们要先谴责 谴责这个习近平跟解放军你们好无聊啊 你们在那边射飞弹啊 在那边跑来跑去你干什么呢 好先谴责 不谴责会被骂我们先谴责一下 有谴责咯 那我们回到蔡总统她做这个决定 陪洛西来的一天 然后大内宣大外宣的很像说 哇这好了不起啊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来的 然后呢 各位同学你还是要回到我们问题的正解点就是 我们 因为陪洛西来访我们得到的什么 得到的什么 你一定是有得有失嘛 好那我们得到的什么 一年多的时间啊 你从我们整个国家的角度 从民进党的角度 从蔡总统 个人的角度 我们到底得到什么 你看当时这些人啊 像蔡思平这种人啊 蔡思平说 我想不出任何理由 不欢迎裴洛西来 我就不要再播讲万安这个叉叉啊 各位听听听朋友 我刚说美国的 共和党八个众议员跑票嘛 对不对 南韩29个在野党的议员也跑票 对吧 那我问你 民进党推18岁公民权跑票的人是谁 民进党的票是不够的 民进党他要修宪嘛 让18岁的公民就可以投票啊 民进党的立法院席次是不够的 他需要85席啊 民进党现在能够控制大概69左右 69跟85不够啊 国民党跑票的人叫做蒋万安啊 这个叉叉啊 他就说我我我我 不管你们同不同意 我就再去投赞成啊 因为他要选台北市长啊 他想讨好年轻人啊 国民党很多人反对 他不管他就是 你们反对不管我就是要进去投啊 这种人 这种人现在是台北市长啊 然后还有人已经在想说 明年可能没希望了 可能要2028 2032 被云莽蒋万安去选总统啊 没关系啊 你们高兴就好啊 如果小弟我 能够苟活到2028或2032 我们再来谈都没有关系啊 好我们拉快来谈这个佩洛西 当时的社会氛围是什么 就像蔡世平这种叉叉啊 蔡世平是现在蒋万安的文化局长 我想不出任何理由 不欢迎裴洛西来啊 好他来了啊 他来了他也走了啊 他来一天他走了 他去年8月来 今年1月下台 就已经不再是中央院议长了 蔡总统4月过境美国跟麦卡锡见面 也是大内宣大外宣啊 解放军在蔡麦会之后 也有这个军演 但是规模不如去年的佩洛西 因为一个是在美国一个是在台湾 这个强度当然差很多啊 可是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综合来看蔡总统这种 抱虎彭和的行径 我们到底得到什么呢 裴洛西的上位期限半年 麦卡锡的上位期限也半年啊 各位听听到 美国的政客如走马灯啊 他们的众议院议长会一直换人啊 总统也换人啊 搞不好明年你看到的是川普啊 搞不好啊 那看美国选民的决定 搞不好明年11月投票 川普又隐难怎么办啊 对不对 可是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 他们有他们的内部问题 我们就不谈 可是台湾跟大陆是搬不走的啊 你不能把所有的筹码都押在美国身上啊 你寄希望于美国 美国只会让你失望啊 美国当年是怎么背叛我们的 那不然怎么会有台湾关系法呢 当美国跟AIT 蠢到说我们来庆祝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怎么好庆祝的呢 你跟我断交 跑去跟中共建交 那为了安抚我 设了一个台湾关系法 那是在羞辱我啊 那我还庆祝个啥子呢 台湾跟大陆他的关系是不一样 我们 你看到我们应该从麦卡锡的事情 从裴洛西的事情 学到的教训是什么 是说蔡总统领导国家的方向是错的嘛 你怎么可以去押保美国呢 就像那时候川普跟拜登选总统的时候 民进党自由时报 我们是川普大国 民进党 他们以为川普会赢啊 结果川普输了 是不是 我们这个 你让赖清德国走 绝对是完蛋了 因为这个方向是错的 今年我刚跟你讲说 本来麦卡锡要来 他亲自来 他要走裴洛西的路 那我也搭专机来啊 如果麦卡锡今年又来呢 你还记得那个新加坡的前外长 杨荣文先生啊 他前阵子来我们这边这个论坛演讲 但媒体都没有人讨论啊 我们的媒体只能讨论那种层次很低的问题啊 人家新加坡的前外长说 就他的了解 裴洛西要来的时候 蔡政府也不能说不啊 我听了这毛骨悚然 各位听到没有 如果杨荣文讲的是真的 蔡总统也不希望裴洛西来 结果美国裴洛西 我一定要来 我非来不可你也不能不接待 那就完蛋了 那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啊 那是唯恐两岸不乱啊 你看美国的心肠多坏啊 如果杨荣文先生的推测是真的 美国就是 我就是要叫裴洛西来啊 你还不能不接待 你还不能说不啊 但美国不是叫我们去死吗 最好是两岸插枪走火 最好是解放军哪个人 情绪失控 然后就怎么样 然后两岸就打起来 这样子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呢 我们到底在忙活什么 这个裴洛西的帐 有一题我一定要谈啊 这个也要感谢日本啊 是日本的防卫省 就等于是日本的国防部啊 是因为日本防卫省的 新闻稿我们才知道 东风飞弹打到头上来啊 这一点啊我没有看到国民党 严厉的究责蔡总统 我对国民党实在是非常的失望啊 当然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 很容易令人失望的政党 各位支持赖清德 支持蔡英文的朋友 你你能接受这种状况吗 飞弹打到头上来的 他不告诉你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凭什么 那如果是马英九当总统呢 飞弹打到头上来 他也不告诉你 你接受吗 还是 你宠坏的民进党啊 嘿 马英九不行 妈的嘛做总统 还不够这个事情 给死 我们来轮 马总统你 你什么叉叉 你为什么东风飞弹打到头上来的 你不开记者会也不发新闻稿 你都不告诉大家 为什么 我很想请问赖清德你知道吗 当 2022年 8月4号 东风飞弹 飞到我们台湾上空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你是副总统你知道吗 还是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那你就跟我一样 你也不知道啊 还是你知道但是 啊 我们不 我们没有资格知道 我们就死老百姓啊 我们三号给一号四号啊 蔡英文政府 民进党政府是这样对我们的啊 你为了接待佩洛西引发解放军的这个文攻武嚇 非但打到头上来的你不告诉我们 为什么 啊 会引起大家的恐慌啊 啊台北股市会崩盘啊 啊又没打到你 你在哭什么啊 就算了啦 干嘛这样子 是这样子吗 我们要这样子的对民进党这样子 就算了不要 大家就不要再这样子啊 民进党做什么事情都没关系 这个有够离谱的啊 那这么离谱的事情 结果现在赖清德民调是领先的啊 唉 我在想说每天看三明治的人 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情啊 真的啊 有几%民进党的支持者知道说 去年8月的解放军军援 东风飞弹 飞越台湾上空 蔡总统没告诉我们 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事实 你知道这个事情 你的决定是说 啊没关系啦 怎么要快 没战争啊 没把你担到啊 你是怎么 好如果你觉得 啊算了啦没关系啦 那我也没话要讲 啊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 可能很多要支持赖清德的人 或是小英的这些贴本 他根本不知道啊 因为这种流亢的事情 三明治是不会谈的啊 事情过去就算了 他干嘛告诉你 他干嘛告诉你真相 你就垃圾吃垃圾肥就好了 你想这些还是不错 你知道这么多干什么 哎呀 我们先进广告 好 贝尼晚餐 我是 成为我们来看联合报年度的这个两岸 关系的调查 那联合报他 很有规模的去做这个两岸关系 调查这个也很好 好 那可惜谈的也不多 好 没关系我们今天拿其中的一个题目 来跟大家分享 这是说 呃希望在美国跟大陆之间维持等据 呃 其实连联合报都写美中 我实在看的是难过啦 那联合报如果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 那我们是什么国 这其实应该是写美路才对啦 随便啦 没关系 66%认为应该等据 好 那我现在要请问大家 就是说国民党 蓝绿白 包括蔡总统 耐清德 以及柯P 好 当然也包括郭台铭啊 那郭台铭他 这个现在连署啊 他先超过连署的门槛 才有这个教牌的权利啦 好 我请问大家 我们就讲蓝绿白好的 三个政党 因为郭台铭没有党 OK 请问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尤其是聊天室的朋友 你认为 在美路之间 在美国跟大陆之间 蓝绿白有维持等据吗 等据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我跟美国 跟大陆 我没有偏向任何人 我跟美国的距离 跟我跟大陆距离是一样的 那个叫做等据 好 这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 你认为蓝绿白 有达到等据的 请你打三个一 在我们聊天室的这个 好 请你打三个一 你认为有维持等据 你认为没有维持等据的 请你打三个零 好不好 来来来来 我们请聊天室的朋友 动动你的奶油桂花手 来来来 有等据吗 你认为有维持等据的 请你打三个一 哈 曹昌辉有维持等据喔 我是蜡蜡脱汤 還是怎樣 曹昌辉 蓝绿白有维持等据喔 哈 這我是在 我是在 有维持等据的三个一 没有维持等据的三个零 你不要管我的答案是什么 你的答案是什么 有在美国跟大陆之间维持等据嗎 哈 曹昌辉你打三个一喔 哇 这真是 真是 真是 让我亲牌啊 哈 蓝有维持等据 这是你 宋世文你来的 开心 非常开心看到你 哈 感謝大家来捧場 叮叮叮 徐子竹 謝謝你 哈 還有222啊 我們的選項有222 你剛才打666不是比較快 哈 你應該打那個啦 那個那個 AI777送魔關語啊 好不好 你在聊天室打AI777 就送你魔關語這樣 可以嗎 哈 這個可能要玩線上遊戲的 才知道我在講什麼 當然是開玩笑啦 好 謝謝聊天室朋友的這個 熱情的這個這個參與哈 那我們現在話講回來哈 這是聯合報的調查 66%的受訪的民眾認為說 我們應該在美國跟大陸之間維持等据 可是我要問大家合理嗎 合理嗎 你你是暗格魯薩克遜人嗎 兩岸都是中國人啊 你的你的老祖宗是暗格魯薩克遜嗎 美國把我們當成棋子 大陸把我們當成同胞 這個等據合理嗎 66%認為 各位 在美國跟大陸之間 因為等據 我跟大家講我的答案 我也不接受 從地緣政治 從戰略來講 戰術來講 很像是應該等據 可是等據對嗎 這樣各位聽到沒有 你有了解我的問題嗎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不是暗格魯薩克遜人 那我們為什麼要跟美國等據呢 美國有把我們當同胞嗎 有嗎 大陸把我們當同胞啊 可是你不喜歡大陸啊 美國把我們當看門狗 可是你很喜歡美國 這到底是什麼毛病啊 美國有人在過中秋節嗎 華僑不算 美國人有在過中秋節嗎 那你怎麼會覺得我們應該等據呢 等據的概念對不對 我剛剛再講一遍 從地緣政治上來講 很像是對的 可是你從兩岸同文同種來講 那怎麼會對呢 我們跟大陸等據 我們跟美國也等據 我們就這個 在美國跟大陸兩牆之間 全世界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之間 我們維持等據 這樣子對嗎 這怎麼聽怎麼怪啊 怎麼會維持等據呢 美國有要同意我們嗎 還是我們是美國的第五十一週 我跟你講喔 要爭取美國第五十一週的可多啦 你去問日本啊 日本很多人想要當美國的第五十一週啊 你想當美國的第五十一週 你可能還要抽號碼牌啊 唉 怎麼會維持等據 那你說藍綠白 現在主要的這幾個候選人 有維持等據嗎 我跟你講他們連維持等據都沒有 他們是一面倒的傾向美國啊 我講的是柯P 侯友宜跟賴清德啊 他們他們整個天平都傾斜了 他們就是全部跟蔡總統一樣都 去跟美國示好啊 不但侯友宜怎麼會跟羅森伯格跑去放天燈 多噁心啊 那個叫做甜美 我跟各位講過什麼叫做甜美 就是美國講什麼做什麼都對 那個叫甜美 什麼叫做舔共 不管習近平講什麼 不管大陸做什麼都對 好棒棒 什麼都對 那個叫做舔共 哪有可能美國講什麼都對 哪有可能大陸講什麼都不可能嗎 那你完全一面倒的傾向美國 或是完全一面倒的傾向大陸都不對啊 怎麼會選邊站呢 怎麼會壓寶呢 我們現在這幾個主要 可能會領導我們 這個主要總統候選人 你們都壓寶美國 來來來來 這給我那個 無私料的那個臉書 這我來跟大家講 因為我怕其他可能有些台不談這個 這個 這坦白講 這我覺得有點笑話 這個是民進黨的立委 吳思瑶啊 他昨天晚上這個三更半 也給一篇臉書 他說 深夜的洋蔥文滲入 什麼叫做洋蔥文 就是你看了之後會掉眼淚的 叫做洋蔥文 鐵漢柔情賴清德 當然我們知道吳思瑶他 以前是台北市議員 現在是立委 很忙啊 不過吳思瑶有空也要練練筆 你這文筆是真的不行啊 這文筆真的是 差了一大截 好 沒關係 我也不批評他的文筆 平常沒在寫的 文筆不可能會 他在講一個故事是什麼 就昨天晚上啊 他呢 跟賴清德去參加一個 不對外公開的私下場合 那就提到了 最近大家都在噴口水的潛艦案 其實現在在討論潛艦案的 百分之九十九都在噴口水 因為講不出個所以然啊 那個都是去年的事情 大家談的這麼開心 是個什麼鬼啊 你以為是今年的嗎 那個都是之前的 都不 你聽到那些錄音帶 巧欣很辛苦啊 我請問大家 徐巧欣是立委嗎 他是全國不分區的議員啊 那徐巧欣在追打 郭喜的這個錄音帶 學長我當然是幫他加油啊 他如果當選立委我要送他ipad啊 這個絕對沒問題 可是我想請問大家 那其他國民黨的立委在幹嘛 我就問你這句話就好了 徐巧欣在追追打這個錄音帶 那其他國民黨立委是在做什麼 你是在打網啊 好不好 我請聊天室的朋友 請大家按讚按起來 好比一下大拇指 我們幫徐巧欣 對我跟你講那個很辛苦啊 那個搞不好要跑法院 吃力不倒好 我們幫巧欣加油一下 好不好 幫徐巧欣按讚一下 也要幫我們飛碟電台按讚 感謝你捧場 相繼文 感謝你 蕭小姐喔 你先來 好 邱宗哲REGIS 林明璋你按倒站喔 沒關係 我小弟我來處理 聽說可以ban24小時的 算了啦 你要按倒站那是你的自由 因為畫面一直跳喔 我怕ban錯人了 ban錯人 我又不好意思 你要幫徐巧欣按倒站也沒關係啊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有戰力的立委是 這個應該講 國民黨有戰力的明代是不多 那我趕快把賴清德的故事講一下 好那吳思瑤講什麼呢 他說昨天晚上他跟賴清德去參加一個 不對外公開的私下場合 然後賴清德提到淺見的案子啊 忽然悲從中來 賴清德講什麼呢 他說啊 有國民黨的立委被指控說 把淺見的機敏資料交給第三國 賴清德有感而發 他說希望這不是真的 好 如果是這個真的齁 他覺得這個對國家安全 影響太大 賴清德說啊 台灣是咱的 然後講了齁 就眼寬泛紅啊 好 啊大家都怕脖子 因為我跟你講 你在那種獨派場 你只要講說 台灣是咱的 大家都怕脖子 脖子什麼吹起來啊 好 那我因為時間關係我要快轉 吳思瑤說 最後賴清德還是忍不住 急然淚下 賴清德哭了 你們的賴副總統啊 你們的青甸兄哭了 我想請問賴清德 你哭啥子呢 賴清德 那個是去年的事情啊 OK 有國民黨的立委被 你以為是今年 那是去年的 賴清德 你都沒在看新聞喔 你做服裝都是做痛的喔 那個是舊文 你不要以為是新聞 那我請問賴清德 這有什麼好哭的呢 假如真的有國民黨的立委 把這個淺見的機敏資料 交給第三國 你槍斃他我也沒話講啊 那叛國啊 好國民黨的立委 你這麼好打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黨同伐異 為了修理這樣子 不管你要修理軍火商 還是修理民進黨 你怎麼可以把資料拿給老公 槍斃 我贊成啊 你把他槍斃 那你哭啥子呢 賴清德你哭個什麼勁啊 你哭有用嗎 你哭什麼呢 這不是你民進黨在執政嗎 黨政軍 總統府立法院行政院 都是你民進黨你控制你哭什麼啊 你要辦案要抓人啊 你有什麼資格當總統 啊講著講著 欸台灣是咧就哭了 你哭個什麼叉叉啊 懦弱 沒用的東西有什麼好哭的 你要抓人啊 那如果這個事情是假的 根本沒有國民黨立委幹這個事情 那你哭個啥勁呢 你應該是還他清白 那個都是去年的事情 相關單位 我跟各位講這個比較快齁 就三個字啊 叫做狗咬狗啦 南韓的做潛艦的 他們那些人在狗咬狗 這有什麼好談的呢 啊就扯到什麼什麼誰誰誰 什麼軍火商 然後什麼什麼 國民黨立委 那你就犯人啊 你要領導國家 而不是掉眼淚 掉眼淚幹嘛 來給我那個影片來 阿老師我們要同步播啊 你影片準備好了嗎 好來來來來 我跟你講 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背景 這有一分多的時間 我跟你講 很簡單 昨天民進黨中職會 民進黨有馬屁精 幫賴清德準備了這個影片 這影片是2005年賴清德當立委的時候 賴清德那時候是民進黨的立院幹事長 對不起 然後賴清德跟國民黨的立委對罵 來 這我們準備好 來 小娃 小娃 雞出口 雞出口 小娃 雞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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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換那個換燈片好了 因為我看那邊 應該是 應該是沒幾個人聽得懂他在罵什麼吧 主要收到的音的其中一個人就是賴清德 賴委員 我現在請阿姿改那個換燈片給你看 那你聽到那個逼就是因為他罵髒話 所以只好把他逼掉 罵出口罵髒話這是不能播的 所以只好逼逼 我跟你講這個袋子是民進黨提供的 民進黨去把18年前的這個 耐清德台灣的義用 你要讓這種人當總統嗎 各位聽聞我們明天見拜拜 就愛點你UFO